俄乌战争开打又碰上重要的两会 中国可以释出影片大秀军事肌肉 喊出要强化解放军战力 而台湾面对中国越来越强的威胁 从俄乌战争的经验 美国建议台湾要加强不对称作战 乌克兰的不对称战力 其实国军早已在准备 今年通过的海空战力提升预算 其中像是暗制的雄三反舰飞弹 海军驼江舰的后续量产舰艇 野战防空系统 舰翔无人攻击载具 都是不对称作战的力气 另外跟美方采购的MQ-9B高空无人机 也能长时间制空侦察 这些装备都可建构有效嚇阻的战略 但学者认为要做到完全的不对称战力 国防预算还得提高 我们要考虑的是 我们国防预算的合理的增加 大概在2021年度为例的话 就是3726亿台币的一个规模 所以这是比较不足的 所以如果从人员维持费 我们经常维持在1600亿左右 至少这样有4800亿的国防预算 会是比较符合健康的国防投资 毕竟对岸的国防预算 目前已经是我们的17.2倍 而且还在逐年增加 台湾要靠自己保家卫国 虽然无法跟对岸进行军备竞赛 努力发展不对称的兵力 让中国不好打 甚至不敢打 才是未来最佳的国防策略 华语新闻 燕炳杰 李定强 台北采访报道 请订阅 按赞分享 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打开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